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们在离开的时候给村里种下了神奇而可怕的诅咒 凡居住在此地者要么神秘消失要么就离奇死亡 因此被称为死亡村 这个村庄曾经是一千五百多人的家园 一度非常热闹和富有生活气息 然而大约两百年前 整个村庄所有的居民都一夜之间消失不见 离奇的是也没有人看见这个村庄的居民离开 也不确定他们到底去了哪里 有人认为这些村民没有丧命 也不是被集体劫持 他们只是离开了 很可能是移居到了印度西北部城市 焦特布尔附近的一个地方 传说这里曾经因为帝王的残暴抓捕了全村的居民 几乎没有活着回来 这些冤魂就在此处种下了恐怖的死亡诅咒 诅咒石碑说 这个村子的原住居民被雨神带走 除了他们没有人能够在这些村庄里生存 由于此地资源丰富 土地肥沃 邻村胆大的人就迁移到此居住 似乎诅咒生效了 迁移来的村民 有的出去一夜未归就此失踪 有的村民在家里突然就死亡 两百年后 印度德里超自然协会 派了一个由三十人组成的小组 来这个被诅咒的村庄探索原因 夜晚他们总觉到有神秘的影子在移动 还有无法甩脱的声音 停放的汽车上还留下孩子的脚印 还有男子说感觉有什么物体触碰他 但专家说 村里除了气温会出现骤声或骤降之外 其他一切正常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